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如果一直有关注的朋友 你或许会发现 小编已经写过好几期关于沙漠了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全球温度升高 以及沙漠面积的不断增大 关于环境的问题 也是越来越受到大众的重视 那么把沙漠全部变成森林怎么样呢 先不说这个有没有可能 但是存在即合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答案是否定的 甚至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在沙漠中虽然荒凉缺水 但仍有一些生物以及植被在这里生存 如果贸然把沙漠环境完全递出 势必会导致一些动植物 因为失去了生存环境而导致灭绝 其次我们如今耐以生存的环境 是以有氧气和二氧化碳等气体共同组成的 如果沙漠变成了森林 多出来的这些树木 每分每秒都在进行光合作用 大基层中的二氧化碳就会锐减 大家可不要以为这是好事 二氧化碳锐减 会导致地球失去保护增 再加上氧气锐减 很可能会导致攻击中氧炎素增加 人类到那时能否存活都将成为大问题 总之虽然沙漠不适宜人们的生活 但是不是有绿洲吗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小范围改善之力 尽量减少环境破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